大家好,欢迎收看Super搞笑视频 今天我将带大家看一种大型水形 它的名字叫白蹄虎 各位不要误认为它是蚵哈 因为蚵没有那么长的嘴巴 当然啦,它也不系小鸭鸭 因为鸭鸭也没有那么长的嘴巴 可以看到它的保护等级相当高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主要分布在亚欧非地区 当然我们中国新疆青海乌也有分布 谁说它不系毛 答案系它的主要习物却是鱼 现在可以看到我的对面出现了三鸡白蹄虎 它们的眼睛很小 感觉跟一粒黄豆差不多 翅膀上的羽毛嘛 就像皮上去的一样 时时分明排列有趣 应该是经常打理所记 忽然也不会看上去如此整齐 看吧,话音微弱 它就开始给我们表演如何打理了 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了 它最独特的地方是嘴巴 我个人感觉就像那种夹大号的夹子 就像我们平常自助山夹菜的那种 几细它们的可能稍微尖了一点 但估计用途应该也不会变 因为这样夹鱼会更方便 我拍了它们半天 它们给我留下最伤的印象就是嘴巴张开的那一刻 只见它抬头来了一个 这张大嘴巴的特点就出来了 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饿了 一直在互相佐 几细我感觉张开的那一刻就像一个大网兜 什么小鱼小虾都可以照单全收 一级保护动物白蹄虎 我们就看完啦 大家觉得它的大嘴巴独特不独特呢